大家好,我是远行者 今天这个节目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 有关美国经济衰退的话题 因为出现了很多的征兆以及预警 说这种情况发生了 那么就是经济衰退的一个现象 所以大家都觉得经济衰退要来了 而且现在美股连连下跌 加密货币就更不要说了 所以经济衰退马上要来了 这件事情好像就坐实了一样 所以今天这个视频的如远行者 来说一下自己的观点 因为完全是我个人的观点 所以如果大家有相反的意见 千万不要骂我或者跟我抬杠 在底下留言咱们一起讨论 因为经济衰退到底要不要来 说实话那些专家都预测不来 所以我们就一起聊一聊算数 如果大家喜欢我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给我的视频点个赞 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好,我们现在来说 现在市场上的这些信号 首先大家最关注的 那就是美国债券收益率曲线倒挂 我相信这件事情 大家都有所关注 因为美国国债收益率曲线倒挂的情况 出现的话 大概率后面几个月 会有经济衰退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 所以大家都觉得它就是一个预警 其实美债收益率曲线倒挂到底是什么 其实不难理解 就是美国的债券 它有两年的 有五年的 有十年的 有二十年的 有三十年期的 这个时间越长 肯定是风险越大 既然风险越大 我就要它收益更高一点 因为如果风险大 收益率又低的话 没人会去买了 所以说从这个表面上来看 短期的这些债券肯定收益率不及这些长期的债券 因为我在购买长期债券的时候 我承受的风险也更加大一些 所以这个收益率曲线就是有关短期债券和长期债券的收益率的问题 那出现倒挂或者持平 就是说这个短期债券的收益率竟然跟这个长期债券的收益率打成了平手 或者比长期债券收益率还好 那这个曲线越抖 当然就意味着人们预期经济活动就会走强 通胀上升 利率上升 曲线越平 投资者就会觉得短期内会加息 并且对经济的增长前景失去了信息 经济衰退大概会发生在这个曲线倒挂出现之后的6到24个月 而且现在网上甚至都有人说 在2019年的时候这个曲线就出现倒挂了 结果6到24个月之后出现了什么 那就是2020年3月的股市熔断 然后说你看他预测也是准确的 但是我个人还是属于2020年 因为疫情带来的这些变化 不足以说明事实 Cumberwealth的一位全球投资策略师 他就表示 说1900年以来 共有28次收益率曲线倒挂的情况 其中有22次随后出现了衰退 所以其实你看并不是每一次倒挂都能出现经济衰退 只是说大概率会这样 而且大概率只是从历史数据上来判断的 所以说大家才会把美债收益率曲线出现倒挂这个情况 作为一个经济衰退的预警 因为大概率它会发生 所以衰退行者在这里是这么觉得的 它既然是一个预警信号 其实现在因为股市特别差 加密货币也特别差 债券收益率又在上升 很多人肯定是会想把钱拿出来 不去投资股票 然后去放在债券里 这是一个大家都能想明白的道理 我相信很多人在2020年2021年 都在玩股市 都在玩加密货币 到现在估计至少有一半的人都放弃了 您想想您都放弃了 所以股市里面钱就变少了 价格就下跌了 大家就会觉得要有经济危机 或者经济衰退了 既然大家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才会反映在收益率曲线倒挂 这样一个现象上面 这个事情可以反着推 经济衰退之前 大概率会出现曲线收益率倒挂的情况 但是曲线收益率倒挂 不能百分百的证明 经济衰退一定来了 它只是一个预警信号而已 是大家这些投资者对市场产生预期之后的一个现象而已 经济的发展肯定都是上下波动的 所以说不管是经济衰退真的要来了 还是说经济大增长真的要来了 咱们永远都不要去 time in the market 所以说到这里 咱们投资最好的时间就是10年前 以及现在大家不要觉得经济不好了 咱们就停了 我觉得股市有闲钱还是可以坚持定投的 包括有一些好的加密货币 所以如果说大家想开户的话 也要使用如远行者视频下方描述来的链接 请注册 用我的链接注册 我们俩都可以获得一些免费的股票 还有加密货币的奖励 另外您要是还没有开通个人退休金账号 一定要及时开通的 如远行者用的就是M1finance 而且现在我有看新闻 中国大陆也有可能要实行个人退休金账号了 所以您看看 及早开通还是比较好的 说完了这个咱们还要说一下另外一些事情 首先曲线收入率的事情并不是捕风捉影 因为它是一个从历史数据上算出来的 还有一些人我在网上也看到信息 说经济衰退是要来了 因为Robinhood还有一些美国的大厂科技大厂 都开始裁员了 首先美国科技大厂开始大批量裁员的事情是假的 还有一条新闻 就是说Robinhood开始裁员9%了 所以说这个很紧张 你看Robinhood它就是一个证券交易所 我们在里面投资股票 我觉得大家在看这些新闻的时候 一定要带着自己批判性思维 大家都知道Robinhood映入人们的眼帘 大概率是在2019年和2020年 尤其是2020年 因为股市的一顿暴涨 很多不投资的人都会开始投资了 而且大部分的股票小白都会选择Robinhood 所以Robinhood在2020年 可以说是证券股票交易界的一个网红工具了 大概率每个人都会有 Rent行者也有 而且他也确实是把Rent行者带入美股投资的 这样的一个工具 我到现在还在使用它 我觉得它非常的简洁 尽管有很多花边新闻 那他要裁员是为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2020年他火了 所以说他需要大批量的招募员工 来保证这个团队的正常运行 而现在2022年开始 来举个手看看哪些人对股票都不感兴趣了 很多人都不玩了 包括如远新者自己身边认识的这些小伙伴们 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都不碰股票 就觉得没意思了 因为现在赚不了太多的钱都在亏 所以说不玩股票的人在减少 那对于Robinhood来说 肯定是大批量的用户都在减少 公司当然是利益最大化 所以就出现了裁员这个问题 和经济衰退的关系不大 另外除了美国债券收益率曲线下降 还有裁员的信息之外 很多人就觉得通货膨胀不断的攀升 但本身也就是一个经济要衰退的信号 但是我个人觉得现在很多东西你买不到 尤其是像芯片类的 它缺货 工链短缺是因为疫情导致的 而现在美国已经没有疫情 从昨天来讲 都已经结束疫情时代了 大家说现在买车很多的芯片没有 所以说现在是一车篮球 给大家讲一个事情 就现在大家不管去看日系车还是德系车 大家看一下现在的新车的配置 基本上是没有低配的车了 它尽可能的把这个车都给您 已经把配置加的满的不能再满了 原来的起步价可能是三万 现在你买一辆车是六万 并不是加价到了六万 是因为它加了很多配置 所以说这个车本身的价格已经变得很高了 所以这些车的公司他们也特别聪明 反正你要买 我这里只有高配的车 结果怎么样 市场是结果这些人照买不误 所以从这个现象上来讲 大家的购买力仍然还是很强的 房产就不用说了 还有再说个小的 因为买车买房都属于大件 咱们来说说小件 这些逛逛商场的事情 我在南加州 大家不知道最近几年 有没有去过南海岸 南海岸购物广场 算是一个高消费的地方了 里面有很多国际知名的品牌 很多东西贵得要死 而且你还得排队买 这个购买力真的是太强了 大家都是有钱来进行消费的 这个时候你可能说是因为 因为美国之前发钱跟发钱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没有那么大的关系 我所说的这些国际知名品牌 一件东西都好几千 之前发那些钱买一件 你就花完了 而现在你去 根本就是还要抢 还要预定 所以购买力还是很强 这里大家就要说到失业率了 因为经济衰退 肯定有失业 我觉得可能每个人在处的环境不一样 就是如远行者现在接触到的是 很多公司都在大批量的招人 因为要扩大了 因为之前作为很多公司的老板 因为2020年2021年有疫情在 所以公司仅仅是保持在一个可以运行的基础上运行就行了 现在疫情已经过去了 当然每一个公司都是想扩大发展的 没有哪个公司想长期的控制在仅仅是可以运行的基础上 所以我看到的是很多公司都在大批量的招人 而且是不太容易招到人 这个招不到人 不管是因为公司要求比较高 还是说大家因为有钱不愿意去工作 这一点和大批量的失业 或者说经济衰退有关信号 肯定是截然相反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看到各种不同的新闻 和不同的所谓的经济衰退的信号 大家一定要带着自己的思维 还有结合你现在生活在当地看到的一些现象 来看经济衰退到底是如何发展的 而且经济本来就是一个周期 一会儿强一会儿弱 它一定是这样子一个曲线来震荡上行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之前做的视频有关美临时钟的 我觉得这个能解释经济周期 经济数据可能真的是有一个下滑的趋势了 但是和所谓的经济大衰退 经济大萧条 金融危机 这种让人感觉要大爆炸事件发生的情况 我暂时不会这么认为 当然经济的发展有各种各样的因素 所以说我在这里也是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你有不同意见欢迎在底下留言 咱们下期节目来聊一下债券和利率到底有什么关系 因为现在聊到债券了 大家都会说利率和债券是成反比的 很多网上的新闻也聊了很多债券和利率的这些定义 以及经济学上面的一些说法 我倒觉得这个事情不用这么复杂 人家那些经济学的专家学了几十年的知识 不可能给你几分钟 您就能吃透了 我觉得这个世界万物都是可以数学化的 再不计就加上量子物理 所以说世界运行的底层逻辑 底层逻辑是现在特别流行的一个词 就是数学加上量子物理 所以下期视频我和大家聊一下债券和利率 咱们怎么用一个美国小学四五年级的数学 让大家明白它为什么成反比 所以大家期待我下期节目 好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